這 我覺得太緊 口罩太緊 好 美希太太有話跟大家講 我也有粉紅口罩了 跟錢包有關係 所以 跟錢包 跟錢包 跟money有關係 灣區就現在灣區這邊 他們從上禮拜五就開始宣布說 他們從明天早上八點開始 會強制會抓開單 對 明天是4月22號 禮拜 四早上 禮拜三 4月22號禮拜三早上 八點開始開單 因為我的Size比較大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拿一樣那個 圍巾 那有些時候不用 如果你旁邊沒有人的時候 可以不用戴口罩 你去運動的時候 口罩還是要戴在身邊 然後如果你看到人的時候 還是盡量把口罩戴起來 如果我戴了口罩會不舒服怎麼辦 就可以不用戴口罩 而且醫生應該會給你證明說 你不需要戴口罩 小孩子要不要戴口罩 兩歲以下不用戴口罩 小朋友 兩歲以下不可以戴口罩 因為可能會窒息 那兩歲到十二歲呢 要戴口罩那是家長要 對不起 兩歲到十二歲不一定要戴口罩 要家長在旁邊知道他們戴口罩 一定要看著他們戴口罩 隨時要看著 因為小孩子永遠有窒息的風險 兩歲到十二歲 對 記得喔 明天早上八點應該是 對 記得喔 六尺喔 超市裡面的收銀員 或是超市裡面的 幫忙補貨的人 或者是你要去人家家裡修水店 對 那你也要戴口罩 口罩沒有改變 Shelter-in-place的order 對 你還是不能盡量不要出門 我要怎麼定義我在外面是散步還是 運動 因為他說散步也不用戴口罩 我覺得只要你旁邊沒有人 就可以不用戴口罩 重點是你 因為你買東西的時候 人和人之間就是很容易在一起 所以我出去運動 不代表我不需要戴著口罩在身邊 你的口罩放在身上 美國政府不建議我們戴N95 跟醫療用口罩 對 那些要留給醫護人員 好的 好 今天早上八點開始 對 Stay home Stay safe Stay healthy Stay healthy Stay healthy 台灣加油 台灣No.1 其實我相信如果很多台灣人或是亞洲人 其實平常出門就已經會戴口罩了 然後等車的時候也要戴口罩 等車 等車的時候也要戴口罩 等車的時候也要戴口罩 因為你剛剛等車的時候也要戴口罩 所以我要確定收音正常這樣 等車的時候也要戴口罩 對 然後量到下面大概是嘴巴的位置 如果我要戴的話可能六吋可以 然後就這樣吧 這裡可以綁線跟後面可以綁線 就這樣 這樣子 這裡就可以綁線 我覺得太緊 我都太緊